。 韓四哥。 李姑娘。 我本想早點來看你的。 哦,方才是你在照顧燕燕姑娘吧。 她淘氣得很, 有勞你費心了。 我明白, 宰相貴女。 你放心好了, 我會好好照顧燕燕姑娘, 不讓你為難。 我要去見我父親, 隨她一起入宮。 接下來, 就麻煩你照顧燕燕姑娘。 不要讓她到處亂跑。 想是有軍國大師。 你放心好了, 我會好好照顧她的。 韓四哥。 公子, 我先下去了。 怎麼了, 李姑娘。 你近周, 我等我把她交給你了。 母親她們到處亂跑了。 我會想像帶來。 我會不會去找了。 我會想像你。 你不要去過。 我會想像你。 恬多的。 你這樣。 我這次要。 韩德热 原来你已经定了起 金灵 四处打听一下 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姑娘吗 没有 大阳哥哥 你回来了 你还知道的我呀 看你平时胆子那么大 效果怎么样了 他呀 他被你爹抓起来了 还有 你犯下的死罪 他替你顶了 刚才真是吓到我了 我还以为这次死罪难逃了呢 那密函呢 主上有没有看到 斯文宰相看过密函了 不过说来也怪 那份密函中 尚未提及你们萧家之事 倒是你呀 这回 知道错了吧 刚才真是好险 之前就听说主上酗酒无毒 昏溃暴凌 今天我可是亲眼见识到了 真是又可怕又可憎 好了 不用怕了 以后我都会在你身边 你知道方才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以为自己要失去你了 那你是紧张我了 是 之前我从未这么紧张过 方才 我就像个傻子一样 现在才意识到 你在我心里是多重要 那你不喜欢李斯对不对 我与她是世交 除此之外 别无瓜葛 你是没什么 可人家有什么 好了 就算人有意 我无心 好吗 小醋毯子 快走吧 走 走 你知不知道刚才可危险了 我就对着他们说 胆敢之一国一 不想活了吗 然后他们就吓得把我给放走了 他们还这么看着我 德然哥哥 你是觉得我在自吹自擂吗 嗯 不过我大姐也经常这么说我 如果发生事情呢 首先先要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 而不是得以自己的运气好 不 燕燕 你今日啊 做得非常棒 而且 你要一直这样下去才好 真的 那当然了 你知道你今日所为 救了多少人 我今天救了很多人吗 这个萧谷 蛊惑主圣 害得幽州百姓家破人亡 你今日一举就能铲除 救了幽州百姓 你知道我要多感激你吗 德然哥哥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么看着我 我不但没有见过你这么看着我 我都从没见过你这么看着别人 那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喜欢上我了 嗯 真的 今日的你 真的好美 我真的很美吗 那当然了 只不过 我担心喜欢上你之后 我会有更多的跑不下 什么 没事吧 你看那儿 有夕阳 我们一块儿跑上去好不好 看看在太阳落身之前 我们能不能跑到那个顶上 然后我想看看太阳落身的样子 好啊 你还愣着干嘛 跑啊 德然哥哥 不要丢下我 燕燕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丢下你的 快来啊 别让哥哥 别让哥哥等我一下 来 你看这有字啊 燕云台 不错 这里便是燕云台了 那 这里是什么时候建的啊 据说石敬堂 县了整个幽云十六周之后 便有了这里 好像是 太宗皇帝 为了南征之事所造的 还有民间传言说 是幽云十六周的百姓 为了守望南方建的 为什么要守望南方啊 希望南方有圣主出来吧 燕燕你看 与其期待着别人去拯救 不如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努力 去改变现在的状况 真希望有一天 他们可以早日联合 让这些百姓 不再受征战之苦 会有那么一天的 倒是你啊 以后 能不能不要一个人 再去冒那样的险了 你知道我要多担心你吗 那我遇到事情 总不能退让 和躲避吧 不是让你躲避退让 而是以后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与你并肩 你以后不要一个人 再去至深冒险了 知道了 你都已经叮嘱过很多遍了 我呀 必须一直这样子叮嘱你 你还欠我一件事情啊 你可不许忘了 记得了 说吧 你的小脑子里面 又想到什么鬼主意了 你以前跟我说 你们寒家的职责 就是要守护这幼运十六周 所以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守护啊 燕燕 我不希望你去掺和这些 你本应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是你看这儿的百姓 只要一息尚存 就有勇气和希望继续生活下去 就可以重拾信心 以前我真的听不懂 但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说的守护是什么 所以我想陪你一起 护百姓 一方安宁 你真的有别人其他的姑娘念念 但是你看啊 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都只是过客 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去做一些能够利于百姓的事情 那 你是答应了吗 是啊 我答应你 以后 就像现在这样 我们两个长长久久的 在一起 好啊 那我也答应你啊 你答应我什么 我答应和你 我们 长长久久的在一起 那从即刻起 我们就悲欢与共 俘获相依 你可不许跑啊 我才不会跑呢 我可要赖着你的 你赖着我干嘛 我又不会躲 我 我送你一样东西 这 这不是我的吗 正是 我来替你戴什么 你会吗 没戴过 但是 我希望以后一辈子 都能由我来为你戴尔环 真好看 真好看 吃吧 路上多加小心 李姑娘客气了 欣宁先去准备抹皮吧 李姑娘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跟得让哥哥 我们就先走了 燕燕说得对 时候不早了 我们就先告辞了 韩四哥 燕燕姑娘 一路顺风 走吧 走 小姐 你看她能得意的样子 回去吧 你说你 干嘛总欺负人家 我才没有欺负她呢 再说 你不是也看见了吗 每次都是她故意来欺我 那你也不能任性啊 这样的话 会让别人觉得你 形势很鲁莽的 我就是任性啊 我就是莽舟乱来啊 你要是不愿意 你要是不喜欢 你可以去找你的李姑娘去啊 燕燕 燕燕 你干嘛追我啊 我不追你追谁啊 让我去追马啊 你去追她啊 好了 别说傻话了 你心里面 她明明地买的 明白什么呀 我可什么都不明白 我喜欢你 什么来着 你刚才说 你 你什么我什么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来着 我 我听不清风太大了 我听不见 燕燕 我喜欢你 我听不见 你再说大声一点 燕燕燕 我喜欢你 我听不见 我听不见 我认识 你别人 我听不见过